那经历过一个冬天 你们养的花 春天没有醒 是为什么 很多的初保有这个原因啊 说老花一这个 春天缓苗要多久 其实我跟大家看哈 就我们那边的绣球 跟这边的绣球 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 就是说你一定要盖在一个什么点呢 在你那个苗 就是你们 比较冷的时候吗 不是 如果说想要它快速反应过来 光照 您就记住光照 包括绣球 你就晒太阳就行了 没有光照的 这个绝对不挖晒 还有一个就温度 如果说你温度过分的低 很低 它是不会醒的 一般呢 要大于5度以上 它才会逐渐苏醒 15度以上就恢复生长了 你就记住一个515 5度以下90%的植物 它都没办法苏醒 这是温度的硬伤 当然光照是越挖晒越好 春天的光照基本是不上花的 当然了 到了夏天很热的时候 咱皮肤接受不了 就容易晒伤了 一般来说的话呢 你像正常 如果说高温高湿的话 你有上半个月 它就能恢复 就是它生长的会很快的 你明白吗 就是你经过两三个月的冬天 是吧 它想要恢复过来的半个月 就能恢复到 它入冬之前的样子 就这么快 一般就半个月左右 有话说那么快吗 当然了 你要是关注老花姨 你养花会学得很更快 好了 就要不说 今天点关注 有话说老花姨 你怎么戴眼镜了 其实我一开始就近身眼 我看不着 我从来不眯着眼睛看 看不着就看不着了 就点赞啊 点关注 我是老花姨 养花最在意 来的吃饭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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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